民進黨立院黨團今天週K記者會批評民進黨不斷調漲電價 選錯的人走貴的路 賴清德出來面對 國民黨立委其喊口號要準總統賴清德出來面對 就是因為現在電價調漲建在弦上 預計這個月底就要召開電價審議委員會 確定電到底要漲多少 2022年漲了8% 2023年漲了11% 現在2024年還要再漲多少 民進黨政府不要聽不見人民的聲音 賴立委痛批電價年年漲是增加人民痛苦指數 而目前電價工作小組嚴理 民生用電將分成三個急劇調漲 用電量700度以下約漲5% 701度到1000度約漲7% 1001度以上則是漲價約10% 另外工業用電一般產業漲幅大約是一到兩成 若是特高壓用戶 每年用電在50億度以上 在政府補貼1000億元後 漲幅可能達到三成左右 商業用電成長的部分 羊毛出在羊身上 不會也會轉嫁到物價 轉嫁到人民 給消費者痛苦指數持續增加嗎 各國因應國際原物料的調漲 都被迫來面臨各國的電價調升政策 台灣當然也不例外 但是我們希望國人可以理解 在整個漲幅一定會以照顧民生為優先 綠營立委強調電價漲幅一定會調控在穩定範圍 不過商業總會也擔心電價調整會帶動物價上漲 更呼籲台電不能把虧損問題全用漲電價來解決 最近要補貼台電150億之後還要漲電價 這是什麼道理 選後大漲電價欺負農於民 台電漲漲電價目前還在電價審議委員會的審理當中 絕對會做到合理反應成本 照顧民生優先 而且會顧及物價的穩定 電價調漲牽一把動全身 影響各行各業成本 以及物價也讓藍綠黨團在國會展開激烈攻防 這次烏陽王一德 台北新聞報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